水鱼又被称为甲鱼 是一种两栖动物 水鱼对水质的要求比较高 养殖的时候需要给它们准备干净清澈的水 如果是大量养殖水鱼 需要建造一个专门的水池 位置要向阳 通风 水鱼对食物的要求不高 养殖的时候可以选择多种食物搭配喂养 但是它们比较容易受到惊吓 所以饲养的环境需要保持安静 水鱼可以离开水吗 水鱼是可以离开水的 它们属于两栖类的爬行动物 可以短暂地离开水活动 很多水鱼都有晒背的习惯 当气温比较温暖的时候 它们就会爬到岸边去晒背 这样不仅可以加快它们新陈代谢的速度 还可以杀死它们背部的细菌 人工养殖的时候 也需要给它们准备一个水陆两栖的环境 这样才能保证水鱼可以更好的生长 水鱼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 但是无法接受太脏的水质 养殖的时候需要及时换水